全台第一家24小时书职 成品蹲南店最后倒数一天 不少民众敢在倒数前夕怀旧 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长长人龙名言至少200公尺 工作人员拉起红龙进行总量管制 人流疏导因为越晚人越多 走到书店更是塞爆 挤得满满满 倒数前夕书店祭出折扣优惠 有人来拍照留念 有人趁机捡便宜 蹲南成品还蛮多元的 就是几乎每一个种类都有 然后蛮平均的 就是书的类别都蛮平均的 虽然成品蹲南空间不大 但从29号统计就涌进2.7万人 30号高达3.5万人 习登前书迷不舍 也把握跟成品相处的最后时光 有会觉得很可惜 因为它的地点就很好就在市中心 然后里面就是不止书啊 还有其他美食啊 然后其他的店都很不错 由于围棋一个月的艺文活动 书店还打造阅读帐篷 提供书迷录营看书 1989年成品创立第一家 在仁爱敦南圆环 1995年迁到敦化南路 1999年开始24小时营业 直到2020年4月才由信义店接手 因为5月31号租约到期 敦南店将结束营业 我觉得其实还蛮可惜的 因为其实他这个位置 而且也很少书店是24小时营业的 习登当天安排舞蹈表演 还有讲座马拉松 以及户外演唱会 凌晨12点跨夜时 还会陪读者一起倒数 敦南店陪台北人走过31个年头 如今要习登 书迷用心体会这里的点点滴滴 TVBS新闻吴俊贤黄俊文张欣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导 网上看新闻请下载TVBS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